哎 爸 你来到怎么不进家呢 闺女 你怀孕了 爸来看看你 爸 坐 快回家 来 上啊 哥 快上 老公 我爸来了 爸来了 坐吧 爸 你先坐 要吗 给爸打水洗 哦 行 爸 来 快喝水 好 哎 嫂子 我打游戏会干嘛死了 快给我拿点水果来 行 你等一下 小妹 你拿个水果 哎 拿个水果 磨磨叽叽 哎哟 嫂子 你看那块地这么糟 你等着谁给你嫂子 家里一共就三个人 我们都那么忙 赶紧去呀 行 我自己去 媳妇 爸都来半天了 我们都饿了 赶紧做饭 哦 行 女婿 女婿 别让你媳妇去 她这不怀孕了吗 那怀个孕怎么了 再说这些活都是她干的 怀孕就不能干活了 谁干就有人不怀孕 爸 没关系的 等我叔叔完 我去做饭 就说呀 我经常做饭 还等谁给干活的呀 初遥啊 你可真有福气 自己不出去工作 在家里边还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 伺候着 爸 这不是您教育的好吗 哎 女儿啊 你就不行了 你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女儿在我们家 像公主一样宠着 恰到你们家 像丫鬟一样使唤着 活得跟保姆一样 不对 保姆都不如 人家保姆有工资 可是你没有 保姆生病了 可以请假 你不可以 保姆看着这家人品不好 再找一家 可是你 父母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 等你会照顾人的时候 却被别人挖走了 饭菜做的再好吃 我们也吃不上一口 女人嘛 这辈子谁都不见 就欠生养你的父母啊 哎 博士 你什么意思呀 行了 少说两句吧 今天 我先把闺女接回家 啥时候你想通了 能够担当的起一个丈夫 和家庭的责任 闺女 咱们走 对不起啊 都怪我 我错了 是我没有照顾好宴子 爸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 绝对对宴子好 你确定你能做到 爸 我一定能做到 好 好 爸 送送你 妈 你怎么来了 贵女 我想你了 我来看看你 妈 走 我再上楼 走走 晴晴 你住住房子还挺不错的 对了 你好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吧 妈妈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 杜晓晴 我要渴了 你给我倒杯水吧 行 饭做好了吗 我去看看 快点啊 妈 饭做好了吗 快点 晴晴 我看你那男朋友对你也不怎么样 妈 她就上了一天的爸累了 她平时对我挺好的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帮妈把菜切了 我注意一下 好 晓杨 你和我们家晴晴 认识那么久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 要不你约个时间 让你爸妈一起来 谈谈你俩的婚事 什么阿姨 婚事 阿姨 我们都还年轻 现在谈婚事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 况且我们还想再玩几年呢 晴晴也没说她着急结婚的事情啊 我觉得晚婚也挺好的 是啊 妈 我觉得晚婚也挺好的 什么晚婚也挺好的 我看你 是不想和我们家晴晴结婚吧 你们俩的婚事 我不同意 你出去 出去 去 阿姨 您好 第一次来见您 我不知道买点什么 就随便买点礼品 进来吧 晴晴 这是你爸专门给你买的干吃面 看厂上口感怎么样 嗯 这干吃面酥是这个真好吃 妈 这一定不便宜吧 这干吃面呀 好吃不贵 一箱三十包 多重口味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而且啊 价格也很划算 绝对就一箱呢 啊对了 你们先吃 我就给你们做饭 阿姨啊 还是我去吧 你第一次来我们家 怎么能让你做饭呢 我去做 没事的阿姨 您就坐这里休息 让晴晴呢 在这陪你聊聊天 我去做就行了 要不还是老样子吧 你干啥下手 没事不用 您就坐这里陪阿姨聊聊天 我去做就可以啊 好 阿姨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 做的菜喝不喝您的口味 看得挺不错的 对了阿姨 我想给您商量个事 啊 那你说 最近呢我爸爸妈妈 想约您一起吃个饭 您看有时间吗 有时间 你去安排一下吧 真的吗 那我先去打个电话 妈 我之前的男朋友来家里 你还发脾气 现在怎么就同意了呢 因为啊 刚一见面的时候 东西都是她提的 而且啊 她还主动提出给我们做饭 说明她心里有你 还有她很尊重我们 主动提出和她父母见面 闺女啊 你啊 受去你的任性 好好待人家 爱都是相互的 好 妈妈 我知道了 喂 妈 儿子 这么多年没见 你去哪儿了呀 还有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儿子 这么多年 一言难尽 什么 这是你妈 哦 对了妈 忘了给你介绍 这个是我女朋友齐倩 啊 闺女儿 你好 你看看 我们跟李经理的合同 还没有签呢 赶紧走了 哎 齐倩 我和我妈都这么多年 没有见了 我有好多的事情 想跟她聊聊 这个合同 玩点签不行吗 你看看你妈那浑身 破破烂烂的样子 你跟她有什么好聊的呀你啊 儿子 要不 担心留个联系方式 等你忙完了 咱们再联系 哼 算你实相啊 赶紧走 不是我说啊 你什么意思呀 我告诉你 这个合同 还有钱 都没有妈重要 哼 行 我可告诉你 等我这个合同谈下来 我身边男人可多的是 你可别后悔 你 你 哎 李经理啊 你好 咱们上次谈的那个合同 要不然今天给签了吧 嗯 可以呀 对了 那几位你认识吗 不认识不认识 好 那你稍等我一下 哎 杨经理啊 董事长也在呀 这是咱们公司出的新品 干吃面 你尝尝给定个价 好 嗯 这个面酥酥脆脆的满满小吃的味道 就定价9.9吧 什么 9.9 咱们这个干吃面 一上有30包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 多种口味 大人孩子都爱吃 您确定是这个价 确定 哎 你给我起来 妈妈 原来您是董事长呀 我跟你的儿子 其实是挺相爱的 妈 我最近刚交了个女朋友 亚 butt 绿本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李秘书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行了 我本身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相处 没想到你是这么势力的人 不配做我的女朋友 李秘书 咱们今天不是遇见一个势力眼吗 这样吧 现在下单的 还抱着大家去执行吧 好的 杨总 姑娘 在人品与能力面前 我更看重的是人品 像你这种势力眼的人啊 跟我儿子就不配 儿子 走 跟妈回家 这种势力眼的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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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势力眼的人啊